在我国人民的观念里,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喜欢大而华丽的东西,而很少有人像很多欧洲人那样喜欢小而精致的东西,例如我国人民从古至今都喜欢房子越大越好,车也是如此,而这也是为什么大型豪华汽车在我国非常流行的原因。 说到大型豪华车,就不得不提曾经的麦巴赫,6米多的麦巴赫让人欣赏,但六门家常版北斗星更令人惊叹。 北斗星这款车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林木旗下的一款小型车,也是在我国卖的最多,保有量最大的一款林木车型。 对于这款车,无论是买过它的车主还是旁人,对它的感觉都是小,而说起曾经的麦巴赫,可不是现在的奔驰麦巴赫S级,那可是千万级别的豪车,6.2米的车长也是傲视全球。 不过日本却有人把北斗星这款林木精致车型,也改装到6米长,还是6开门。 这辆北斗星被拦腰劈开,然后硬生生地往中间添加了一节车厢,同时增加了两个车门。 不过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辆北斗星的底盘明显承受不住,像中间弯的迹象很明显,不过这辆北斗星的轮圈也换了,配上低弯的底盘,很有一种低趴风。 不仅如此,车主还给它换上了空气悬挂,能够调节底盘高度,来改良因底盘低趴而受影响的通过性。 不得不说岛国人民的脑洞是真的大,6米多麦巴赫我们都不足为奇,毕竟价钱摆在那里,但是这加长过后达到6米长的北斗星你见过吗? 毕竟全世界仅此一亮。